歡迎收看 那康熙最勁爆的問題是什麼 其實我要問了 你們最近一次做是什麼時候 想這麼久 難道是八年前吧 為什麼還沒在一起啊 都已經說了啦 都已經說出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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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到底身為一代女皇的妹娘 碰上宇宙親戶小S 繼承親戶間的對決 還會延續多少戰火 趕快回到現場瞧瞧 對張俊宇的皮膚好不好 好 沒有預約他自己講啊 好 但是張俊宇也有問題 張俊宇怎麼樣... 不夠白 他這集也承認 張俊宇會... 他在家裡看這一集他會高興 對啊 他們明明說你很黑 對啊 歐巴黑 沒關係啊 他會說我很胖 他等一下要接一個 剛好要接一個護膚品代言怎麼換 10月份的這一張 原來45度低頭拍照是從小培養 這是他小時候的照片 跟現在好像 小時候的照片 所以小時候就是一個 還漂亮的女生 幾歲開始覺得自己會是一個 要當明星的人 沒有...從幾歲開始 但從12歲開始我就... 那個時候很少有電影院 都是在家裡看電視劇 那個時候我記得就有一部戲叫 一代女皇 是潘營子演的 潘營子 是 惡美 衝染 夜 風江 滿光荒 起雨飛凡 是回根 躺著女皇 無則天 你們都不唱啦 好經典耶 我覺得我們... 我覺得我們大概2004年 唱過這首歌 然後我們現在節目要說 妳還是唱這一首 而且李晨最後還是想說 算了 就一起唱 超經典 對 因為我就覺得她長得好漂亮 長得好像一個娃娃 然後怎麼會有那麼美的女人 就會覺得... 我也要這樣 我也要這樣 那是我十一 二歲的時候 妳應該是從小就被人家誇獎 說好漂亮... 從小其實還好 可是妳在演戲中有扮醜過嗎 也有 哪一類的 不是只是塗一些黑黑的痕跡那種耶 沒有...沒有像這個爆牙什麼 這種裝飾的醜 但是基本上 像我拍了幾個藝術片的電影 其實我是完全沒化妝的 粉底都沒有 妳說像觀音山去演 對 觀音山其實是我洗完臉 但是抹了油就...抹了擦臉油 就去拍的 對 那還滿厲害的耶 可是她剛才進棚的時候 又耍了一個心機 因為她就先跟我擁抱 然後就說合照合照 然後就把頭跟我靠在一起 然後就說 我們要拍這麼正常的嗎 本來就只是這樣笑 我說那要鬼臉嗎 好啊 然後我就做了很醜的鬼臉 大概拍了三 四張 沒有 我覺得妳那個鬼臉挺漂亮的 然後她剛才說她的愛鬼臉 她的經紀人就說 冰冰 不是說要鬼臉嗎 就是可見她根本就沒有在做鬼臉 就我當時她經紀人聽聽她說我很驚訝 就說經紀人怎麼可以出外套 所以妳叫我做鬼臉 結果妳自己不做是什麼意思 我做了 她做了一個這個 她做了一個這樣子 然後妳是醜到舔牙齦的那一種耶 妳那不是鬼臉耶 妳給她看妳做一個什麼 妳做的是什麼 我這樣... 她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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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有誠意 現在有誠意 真的沒關係 真的沒關係 她在錄我們節目的時候那一次 真的已經是拼了基本上 什麼樣子啊 妳忘了妳眼睛對在一起 然後往上翻什麼的 什麼都做了 她嘴裡還掉著襪子什麼的 妳很會鬥雞眼 好厲害喔 妳可以... 妳可以有認真的鬼臉嗎 認真的鬼臉 我最近反正一直在學我一個朋友 因為陳鶴 他每次牙都很爆 然後笑起來就是這樣 他哪有這樣 陳鶴有這樣嗎 有啊 我每次錄節目的時候我都會學他 我就把這個推上去 他真的很放得開 這張他們兩個扮可愛的動物 我就帶了動物的頭 然後... 所以妳們會自己製造一些情趣出來 所有可以見到妳的日子 都變成了我的節日 好像是我寫的那類的東西 真的 對 是我寫的那類的東西 是妳寫的嗎 我寫過類似的劇 他把它稍微弄用來講 類似的 類似的 類似的心靈 吉他 對我非常好 就是我送高跟鞋給他的時候 他就穿去打官司 對 他穿我的... 所以記者一定會拍照 他穿我的鞋去打官司 就是說我要穿戰靴去打仗 對 然後就登出那個照片來 我就覺得他真的很照顧人 所以你心裡一定覺得 我很不夠意思對不對 妳幫我拍了好多張喔 怎麼會不夠意思 我也幫妳拍嗎 可是康永哥只有這一兩雙而已 後來就沒有再續上了 對 我最近會有 你怎麼可能再... 本來我這次來 我還想穿上康永哥送給我 一件那個...不是姐 烏鴉的那個襯衫 是 穿不進去了 沒關係 因為送給我的時候 我還沒有那麼 穿在這個身材 因為他要錄那個綜藝節目 所以他一直在增肌肉 所以你一直提到自己的身材 是想要講說你現在很壯嗎 就是他一直說你可以下... 從椅子上下來了 我想摸摸 就是一直開始到他這邊 不是 我只是說到 這個戰靴和衣服啦 所以一直說自己壯的意思 就是希望別人Check一下吧 這個音樂怎麼通 小孩子你可以坐他們兩個中間 Check外去 感覺這個... 他一直說自己很壯 你要在旁邊近距離觀察 他怎麼摸你的伴侶 你還在那邊看 這樣才有距離 所以你覺得自己最近練的地方 哪裡最強項 手臂 手臂啊 沒有啦... 手臂還滿扎實的 那修肌呢 胸部可以捏嗎 可以...當然 有備而來 那奶頭呢 不會... 我要做什麼配合的... 你希望我怎麼對待你的奶頭 放鬆就好 乘客的臉 你可以選擇 你希望... 你希望我就是這樣輕輕這樣 扶過去 還是說這樣上面捏他 還是說這樣揉他 有沒有電動的 我的手就是電動的 手動我覺得有點不太... 太慢了 對 手動太慢了 我覺得真的這個節目亂動 回不去了 我跟你講 我看他會不會 因為回去 好玩喔 這那麼快 我真的回不去了 我跟你講 他要求他要很快的 真的 這個節目錄完 我們回不去了 我們就在這裡吧 你覺得他有這樣對過他吧 應該沒那麼快地揉他 沒有 我不是那一類的 你手勁怎麼樣 我是比較溫柔的 他胸部練那麼大 你總有這樣卡過 有的時候會 所以他每天在增長的時候 他在練身體的時候 你也要下手啊 就是他練完了以後啊 就是練完之後 是最充血的時候 那他臀部是緊實的嗎 這麼幹嘛 他說可以啊 對啊 你臀部有在練嗎 有練腿 當然就帶到處庫了 因為男生如果... 男生比較愛寫事 阿姨 他坐到這裡 你怎麼說我媽姨小妮 因為徐媽姨小妮 你一定也要拜託 都最後了 沒關係啦 媽來啦 快點 你什麼 媽 妳要... 妹妹 真的 寶貝 媽 你們家很早 她屁股很緊 我們國標嘛 師大便這樣 阿姨只是拍一下肩膀而已 緊不緊 對 阿姨怎麼全部都撥了 這...阿姨這樣 妳媽是很角色耶 就是順便全部都下手 一直說不要... 老九年 對…不要… 怎麼辦 她屁股很緊實 我跟你講這個畫面會永遠會 好可怕喔 范冰冰紅毯 背受矚目小衛斯 使出大絕招應對 妳看到其他的女明星走上紅毯 然後沒有被受到矚目 會不會覺得很高興 妳…范冰冰選擇 也不能把自己的狀態說出來 然後向人家說YES 所以妳有沒有很得意 就是妳每一次走上紅毯 都是篇幅最大的那一位 也沒有 我也不是常常 我也不是每次都這樣 妳今天還如果拍了戲 然後妳要跟她一起吃 這樣還不還好 妳要... 壓力很大 那可能妳只能脫光 可能就是一件 那個魚尾的禮服 然後就這三點一件空 對 只漏三點 侮辱我可以 但是侮辱整個演藝群就是不行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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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光臨 蔡明明對妳來講 如果她談戀愛的時候 妳認為她是那種 會完全以男生為 順從的對象的那種男方 以她們兩個 都不吵架的狀況看起來 她應該算是 妳是很讓的男方的嗎 有的時候會把她當孩子 你們兩個都覺得對方是孩子 覺得她... 她是... 覺得她需要照顧 我其實也挺難認的 我覺得 所以妳會跟她說 吃飯飯 喝水水這種嗎 會啊 她可以跟妳發脾氣嗎 妳的男朋友們 可以跟妳發脾氣嗎 可以 如果發了妳會覺得 這傢伙不好嗎 要看什麼事情 如果她在外面可能心情不好 我覺得這個我們可以 我可以幫她一起罵 對 如果是家裡的事情 我覺得可以溝通吧 有事情是可以溝通的 所以她是妳碰過 脾氣最好的男生 她算是好控制的人嗎 超好控制 以本節目的立場來講 妳為了她什麼都講的 妳人生有說話的時候嗎 也有啦 有...肯定有 沒有 其實我覺得 我覺得大家都還聊得比較... 好開啊 對啊 都... 妳拍戲的時候不會發脾氣嗎 我拍戲的時候 很少 但是會是也跟她一樣 就如果有不專業的情況 我會 就這樣會耽誤大家時間 因為所有的人在現場 其實都是一個很著急的 一個錄製的情況 因為沒有人會在這裡 有的時候如果有人做到那種 就是說 比如什麼做到不太專業的時候 我就會... 我們兩個人很像 所以我找到了一個跟我很像的人 妳參加那些好萊塢的製作 妳確實會感覺到 需要先體會那整個的工作環境 跟氣氛 所以會跟妳在熟悉的地方 拍戲的習慣很不同嗎 完全不一樣 會怎麼樣去適應那個地方 妳會用一個純心人的狀態去適應 對 但是我覺得 妳要融入到裡面很難 可是剛到劇組報導的時候 會不會壓力很大 會啊 妳會看到... 妳會看到什麼金剛狼啊 什麼Jennifer Lawrence啊 什麼就是妳會覺得 這好像... 離我的生活其實很遠 對 妳也會覺得 跟他們不是一國的 然後需要硬療一些什麼東西嗎 健身啊 就金剛狼一直會 比如Jackman一直會在現場 因為她的肌肉已經練到 所有的血管都一條一條 對 澳出來的 你會覺得像個機器人 真的像個機器人 就覺得她本來一米九幾 然後她在現場 就一直在不斷的補充 高蛋白 所以妳的策略是 跟他們只維持拍戲的時候的關係 然後不用想說要社交 或者要變成朋友這些 我覺得自然吧 就是沒有想過說會變成什麼 只是在現場大家感覺很舒服 然後...沒有那麼 就是妳在演戲的時候 盡量做到沒有障礙 所以... 金剛狼妳有捏她肌肉嗎 我有摸胸 她是歡迎妳來摸的 然後妳沒有同樣的時候 因為...妳看起來實在是不像一個真人 所以妳是抱著好奇的心 對 我就覺得這個怎麼可以血管 就是這個... 可是妳當... 妳自己當戲的老闆的時候 妳應該可以任意的挑選 妳看著眾議的男生來演戲 我只是覺得如果她是這個 很合適的這個角色 我只是會給意見 但我也不會說必須是誰... 可是妳避錢避半天 還不是跟一起演戲的男生 那是戲殺精了之後 所以妳現在心裡 還有想合作的演員嗎 還沒合作到的 其實我很想跟她演一部好好的戲 但是還沒有機會 妳們兩個人還沒有 因為五妹娘裡面很短 妳都已經跟她在一起那麼久了 還要再跟她演戲 對 我覺得... 專業領域那工作上也挺有意思的 就假設我舉個例子 比如說兩個都是非常有名的運動員 然後突然結合在一起 他們就想比個賽 就是這樣 或者說是他們兩個... 兩個舞蹈的... 運動員 不是 妳們兩個還不會很珍惜 就是彼此看不見對方的時間嗎 他們才不到一年 他們怎麼會珍惜 看不到對方的時間 所以時間很短在 就是能碰面的時間很短 我們聊一下妳的婚姻狀況 不行 一聊我就想哭 我再幫妳倒酒了 所以每一次穿了 設計好了厲害的衣服 快要上紅毯之前會很在意自己 是不是紅毯上面最厲害的一個 我只是覺得說會不會好玩一點 因為不想每一次都一樣 對 我只是在乎好不好玩 有沒有變化 在美麗跟能夠引起話題 這兩件事上 妳可能會偏好能引起話題 我比較偏好美麗 可是妳的衣服都是很厲害的耶 就不是單純的禮服 對 因為妳在國際的紅毯上 妳總是要能講出一點什麼 因為那個時候我代表的是一個 東方的女演員 對 我覺得在各國的 最領先的女演員的這個舞台上面 我覺得作為一個中國人 我還是要有一個這樣的一個 對 自豪的感覺 這套真的很華麗 感覺像戲服了就知道 是 所以妳看到其他的女明星走上紅毯 然後沒有被受到矚目 會不會覺得很高興 對 其實妳沒有睡著 妳不能把自己的狀態說出來 然後叫人家說Yes 所以妳有沒有很得意 就是妳每一次走上紅毯 都是篇幅最大的那一位 也沒有 我也不是常常 我也不是每一次都這樣 就是要看 妳接下來如果拍了戲 然後妳要跟他一起出現在紅毯 然後妳要... 壓力很大 可能只能脫光 脫光太沒品了 可能就是一件魚尾的禮服 然後就這三點一件空 只露三點 然後就攝影師想說 Is that me poor? Is that hair? 可是就是不確定 就黑色 我覺得以前可以接受 因為他已經... 他今天已經接受任何的考驗了 那都會剪得很小 就是跟黑色的路線 很難判斷一般什麼 這個滿好的 idea 滿好的 好 我等著看這個 祝妳成功 可是作為妳要第一部導演的戲 就是賣不賣座 應該是壓力非常大吧 妳怎麼會選擇 我不選擇范冰冰 用它就是依賴她的光環很大 拍了嗎 還沒 還沒四月才拍 是個時裝 時裝 然後如果有那個榮幸 希望到時候能夠 妳是第一女主角 所以她如果願意出現一下 可是妳又邀林志玲又邀范冰冰 這樣我很容易風頭被搶走耶 我會在片頭打上妳是第一女主角 我會明確有第一女主角 可是因為她的臉就是很適合 出現在大螢幕上面啊 妳也很適合啊 我沒有 我適合嗎 適合 適合... 把三個洞撿出來 更適合 妳也要邀她 就如果她願意賞光 我會非常榮幸啊 那今天可以訂嗎 這一杯酒之後 妳願意去演她的電影 乾了是不是 不過妳願意出現 我願意出現 謝謝妳 真的可以 我不在乎 暗的妳把她請來幹嘛 全片無錫發黑的 她說她是山東人 所以她喝不醉 不...我能喝醉 妳到醉之前會警告自己停住 還是妳會就走下去 我覺得過去的感覺會比較好 就停住了就覺得... 而且停住會... 一定要不然很困 過去了 所以衝過去之後 像妳剛剛講的 妳大笑或者大哭 等妳醒過來的時候 妳會感覺到 情緒釋放後的疏解 還是會後悔 疏解 是疏解 不會是那種宿醉後悔自己 怎麼喝那麼多 會很會 會很希望旁邊有止痛藥吧 因為頭一定很痛啊 第二天會有點不舒服 但是我覺得那個... 那個感覺還是... 因為我平常不是一個... 我平常是一個自控力挺強的人 就不會很過 妳在生活中 最邋遢可以多邋遢 很多天不洗澡 我也可以... 比如說我有三天 我可以三天不洗臉 在家裡休息的時候 然後很享受那個感覺 因為通常說不洗臉的時候 那個油脂會對皮膚很好 可以有一支賴床嗎 真的喔 可是也會三天不洗頭嗎 會 我經常... 會有頭皮味嗎 有 她經常問我說 她經常這樣搭著的時候 我抱著的時候說 所以她三天不洗臉的時候 妳見過 她會跟我傳導一種理念 就是說... 油對皮膚很好 不洗臉和不洗頭 其實是對皮膚和頭髮有好處的 對 所以是不需要洗得那麼勤啦 對 然後呢 有的時候我會有一些這個遺憶 她還會搜一些東西 你看 這是有新聞的 就是要佐證一些她的說法 那後來你也不洗 後來我就三個月都沒有洗過 沒有啦 開玩笑 你會覺得她發臭嗎 也沒有 就是有的時候因為她可能... 就被體箱蓋過了這樣 有的時候她可能會那個什麼 就是她化妝... 她太老實 她連體箱的話都不接 那個頭髮會噴膠 但是有的時候會不洗 但是不洗那頭是硬的 你剛洗頭了耶 所以你那種賴在床上好幾天 是你不在乎運不運動的人 我是一個不運動的人 你是一個可以不要動就不要動的人 所以我基本上 我也是跟她在一起之後 才被逼的開始 對 我就帶著她 剛才我就想說 我說其實也要跑跑步 所以如果是武打的戲怎麼辦 要吊鋼絲這樣 那些都沒有問題 都沒有問題 只不過就是我不喜歡 而且也不喜歡 但明明施捨拍照機會 為小衛生自認普惡記取心 妳會不會覺得她拍太多 時尚雜誌的封面 妳要叫她少拍一點 因為有幾種我都沒有拍過 我也可以跟她講 說小衛生很想拍 能不能把我的面子送給小衛生 謝謝妳的施捨嗎 不是 我都查不到 可是有時候妳會真的在機場 出現好幾個封面 妳為什麼要去機場搜尋 到底出什麼 我也是需要打飛機的 妳不運動又吃宵夜 然後還長這樣 還吃那個蛋糕 還三點鐘不睡覺 妳最胖可以胖到多胖 我最胖的時候應該是 將近快130斤 就是多少 60斤 65 那妳當時會跟自己說停住 我媽會跟我說停住 妳太胖了 所以妳很羨慕那種不拍戲 如果有一年不拍戲 妳可以超過130斤這種 我倒沒有想過 但是我覺得到達一個自由王國 其實是一件挺舒服的事情 就是沒有管束的時候 所以叫妳不要吃是最會讓妳痛苦的事 妳人生中沒有經歷過不吃的階段嗎 有 有一些角色要有瘦的時候 然後妳可以撐多久 因為她為了角色可能會減肥 但為了自己的人生她... 永遠 對 所以妳喜歡肉肉的她嗎 挺好的 妳可以問更詳細 因為她可能會連哪一區的肉都長出來 對 妳覺得她哪裡最性感 我覺得她的眼睛最性感 可是妳手不可能捏她的眼睛 一直揉那個眼睛 可是妳第一次要牽她 或是第一次要跟她接吻的時候 妳有沒有覺得 我現在要親范冰冰了 那天... 要說了嗎 什麼是什麼 會有這樣的問題嗎 她會不會太誠實了一點 她就開始說那一天太具體 妳可以說 跟這個沒有什麼關係 可是第一次牽手沒有什麼問題啊 對啊 我覺得那個時候反正還是挺浪漫的一種感覺 就是特別像學生時代的感覺 因為畢竟妳覺得可能跟她之間還有一點距離感 就不管是可能從我們社會的這個層面上 還是從我們這個演戲裡面的這種感覺上吧 反正都可能會有一點點 但是我記得那天是她頭可能靠在我肩上的那一刻 然後呢 看電影的時候 看電影的時候 所以是她先靠過來 我也有拉手啊 對 然後呢 她的頭靠過來的那一刻的時候 我感覺 你已經幾天沒有洗頭了 可以洗頭了 是一部浪漫的電影嗎 好像是一個科幻片 那怎麼適合靠頭啊 然後呢 其實電影可能不重要了 電影那時候就不重要了 電影只是一個過程 然後呢 我那一會兒感覺 她的頭髮好多好多好多 對 她是我這輩子 見過頭髮最多的人 男人 女人都算上 我說好厚好厚的頭髮 就是那種改變 然後 真的頭髮超多 所以妳這邊有塗顏色嗎 沒有 妳今天是打算檢驗到什麼程度 就是要切片下來看一下 因為就是這邊也是很重要的啊 是 可是頭靠上去是 那個晚上算是定情的一夜嗎 就那個就拉近了 兩個人之間的距離吧 就在那一刻 所以從那一刻到蛇吻隔了多久 怎麼突然剛才的接吻 又變成了蛇吻 一次第一次動身的 那本接吻的蛇吻一定同時進行的 我們是先額頭 然後再臉頰 然後再嘴唇 然後再蛇吻 真的嗎 有這個過程 是 剛才她說我太實證了 所以我現在有改變一下自己的風格 所以倒過來想 就是第一次就蛇吻了 對 她點頭 不能飛她 妳不覺得李承回去會對著鏡子 跳來跳去說 我跟范咪咪在一起 我跟范咪咪在一起 會這樣嗎 大美女 她第一次把頭靠在你肩膀上之後 妳回去沒有覺得不可思議嗎 有嗎 有沒有很想要跟別人訓 沒有啦 有沒有立刻打給爸媽說 我現在交到你的朋友是范冰冰 我真的沒有 我什麼都沒有說 一直連我身邊的工作人員 連我的媽媽 連我的什麼 就我們倆那個時候就是很... 可是你沒有說清楚 你不是會那種覺得 我想要大叫一聲說 我追到范冰冰的什麼 心裡應該是在噴火啊 心裡是在噴火是嗎 一定呢 有沒有 沒有 其實那種感覺我覺得是在什麼時候 是在... 都沒聽她說過 那種感覺是在 我第一次告訴我媽媽的時候 我媽媽和我爸爸父親 其實都很喜歡她一直 就是他們對她的那種感覺 就是從螢幕當中到生活當中 對她都是很喜歡 直到我第一次認真地告訴我媽媽 我說這個事情是真的的時候 然後我才有那種感覺 那你媽有歡呼嗎 我媽哭了 哭了 對 因為我媽覺得她 兒子可能找到了一個好的歸宿 找到了一個好的女朋友 我媽那天就哭了 有沒有立刻跟你說 一定要把她娶回來 每天都在給我上歌 就是從我告訴她 這個我跟范冰談戀愛那一天起 只要見到我就告訴我 應該怎麼樣對一個女孩子好 女孩子需要的是什麼 女孩子應該怎麼怎麼樣 女人應該是什麼 不不不每天都在上歌 那你身邊的親戚們 有一直說要去找她拍照什麼的嗎 有過 但很少了 OK 很少 你沒有問過你的男朋友說 你跟范冰冰在一起 你覺得怎麼樣這種 我真的沒有問過她的 原因是因為我覺得很正常 是 其實只是一個有兩個友情的人在一起了 覺得不會覺得說 因為是我的職業是個演員 然後是個 所謂的明星 我就要怎麼樣 所以妳剛剛那個意思說 妳丈夫跟你交往之後 到處找電話給她 她追到也死了嗎 有時候就是家族聚會 她會說伯伯我希望妳也去 我就說可是這樣會很多拍照 她說但是就是要拍照啊 她就是有點想要讓大家知道 所以她並沒有先立下規矩說 不要合照 她都會說去拍 去拍 不要讓別人覺得妳是不好的人 我老公是這種路線的 那也很好 然後她是想要炫耀她老婆是小S 所以以我為榮的那種感覺 是 大家都以妳為榮 來 麥可敬妳 敬老公應該不在攝影棚裡嗎 就是想喝一下嘛 所以 來... 范冰冰妳已經... 妳已經... 她沒有酒耶 她沒關係 這邊... 那邊... 攪一下... 妳還真的喝啊 妳真的喝范冰冰用過的杯子 她要懸空... 沒有啦 沒關係 沒有啦 沒關係啦 他們 可以啦... 讚一下 謝謝... 所以以妳現在的工作成就 妳還是想要花這麼多時間工作嗎 要看碰到的角色 如果沒有什麼 自己特別喜歡的角色 我覺得生活也是很重要 妳會不會覺得她拍太多 時尚雜誌封面 妳要叫她少拍一點嗎 因為有幾本我都沒有拍過 就... 妳要讓一點位子出來 當然可以啊 我會...我也可以跟她講說 小S很想拍 能不能把我的那份給小S 謝謝妳的吃手 對... 妳真的很難伺候 我都談不到啊 妳剛剛自己講的啊 對啊 怎麼太多 所以... 可是她拍到真的會給很多女明星 造成壓力耶 知道 有時候一個... 那個月份就五本是范冰冰 知道 我想說怎麼樣 找我拍一本會如何 小S也算了很多耶 可是有時候妳會真的在機場 出現好幾個封面 妳為什麼要去機場搜尋到底出現 我也是有國際巨星怎麼樣 妳還是這個邏輯 會希望接下來的時間是多一點 跟重要的人相處 這一類的想法是不是 可是妳可以忍受一個月不工作嗎 可以 就在家 就等於妳現在想拍的東西 差不多都拍到就行了 然後自己當製作人不覺得煩嗎 瑣碎的事情很多 所以我覺得做製作人也好 她要做導演也好 我覺得都應該不是生活裡面的常態 就太累了 偶爾嘗試一下 做導演真的很累 我知道 我有一次那個... 就是她拍完五妹娘的時候 我拍完五妹娘 實際上我戲少 我殺青我已經走了 然後我又拍完了一個戲 然後又回到恒店 然後恒店那會兒 我要去幫另外一個戲客串 然後剛好那個劇組跟她在 住在同一個酒店 我一看通考單 武則天 我說這個戲還沒拍完啊 太可怕了 都已經七個月了 七個月了那個時候 最後拍了幾個月 八個多月 我說這個戲 然後我就走拐彎 就去了化妝間 我就問那個 我說那個冰冰在不在 我說在在在 在樓下服裝間 我說剛好呢 我就跟她打個招呼吧 因為好久都沒見了 我說就過來跟她打個招呼 一下樓進到服裝間 把這門一推開 看到一個人穿著一個睡衣 坐在那兒正在對單子 那個衣服明天什麼什麼 這個是誰誰的衣服 那個誰誰的衣服 我說這場戲應該怎麼怎麼接 我說哈嘍一拍 是我 趴一回頭 整個眼睛是紫的 熊貓一樣 好辛苦 回頭看著我 哎哈嘍你怎麼回來了 什麼什麼什麼 我說對啊我說我來這拍別的戲 我當時傻掉了 我說你怎麼了 你被別人打了還是怎麼了 就感覺好像真的是一拳 封到眼睛上 東北話講就是一個電炮 你知道嗎 開眼圈太深了 對 然後我就問她 我說你怎麼了 她後來說是那個拍戲 有一個那個木棍別在門上 她要拉那個門 然後開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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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使勁一拉那個木棍 結果就離開了那個門的那邊 就她不是別住門 門栓 一下子那個木棍就直接打到這個位置 真的被打到 對 整個這個地方都是紫的 我都驚呆了 我說就你這樣還在這裡工作呀 我說你還不就歇了吧 那個時候你們還沒有在一起嗎 沒有 對 然後那時候我就覺得挺真的是 就從演員角度上講 真的是 看她別人眼睛被打中了 然後都沒有舌紋 還沒在一起 等一下 我一摔車的當下 我老公就立刻過來幫我發光 然後什麼 喂 你這什麼 本來就不會啊 應該就是會慰問到說你這還好 對啊 李晨稱讚小位子初會 替明明人是第一美女 你誇到我的內容 我也只有尺度很開而已 還有呢 還有我覺得 聰慧 外型啊 沒有可怕講過 其實你是一個比較在乎內心的人 可以跟她講 我可以 我覺得是這樣 我就可能認識她以後 我覺得女生這樣 我就覺得外型 就可能可以哭得不見了 你怎麼會講到很好 原來你不是個老師 我可以 我可以 剛剛這個節目開場說你要嫁給她耶 沒有 對啊 這麼簡單 就同意了 她就說你是她最後一個男朋友 還沒有求婚耶 對啊 她說你是她最後一個男人 那就... 今天我要感謝二位 感謝康熙來了 我們二位也要感謝妳 感謝妳 還沒有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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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沒有... 可是我想 替明明應該自己設下了一些 測試的關卡 結果里程都通過 她才會是沒有把握吧 對啊 我是一個心裡很有數的一個人 就我知道我想要什麼 然後我覺得 我知道我想要一個什麼樣的人 在我身邊 是 所以就是 這麼長時間 然後有很多媒體訪問我說 你覺得里程是一個什麼樣的人的時候 我會覺得我說 她在我心目當中是一個完美的男人 各個方面 就今天很感謝她帶了 那麼多故事 對 她帶了里程來參加 我先肝為敬好了 回答 男二人跟女朋友說我先肝為敬 我實在是 只能這麼說了 才有這麼高的評價 所以你有回答過很多次 范冰冰在你心中的 是什麼感覺嗎 所以在康熙快樂結束的時候 其實我們錄了很多是回顧 那有來賓來 對我們來講 已經成為一個很稀奇的場面 結果這麼珍貴的來賓 結果兩個人也講了很多 他們平常不講的事實 真的是平常從來都沒有講 是 沒有面對任何一個 然後在還沒結婚前 妳該下的手也下了 所以了無遺憾 希望我們不要被打臉 不會 他們有很多好故事 我想將來還可以告訴我們 如果我們將來有機會 訪問他們的話 那最後 他這邊有個新的作品喔 是跟成龍一起演的 對 跟成龍一起演妳不就得打嗎 我有一點點動作 所以是一個什麼樣的角色 是一個我演成龍的侄女 成龍大哥的侄女 對 然後也是通過一個案子 然後來串聯了這樣的整個的故事 一個逃亡的故事 我們來陪大家一起看 這部電影的片段 嗯 屁股 屁股 你中夭演戲不會擔心自己 負荷很重 然後體力啊 什麼的 我覺得大哥是 因為他對動作太有經驗了 他會知道你能打到什麼程度 他就會...他會設計 他就會給你設計的一些 不同的變化 又能顯得你是一個很會打的人 但是又不會讓你很累 可是可以要求用替身嗎 也有替身 但是其實這裡面的動作沒有很難 所以大部分包括跳樓 我都是我自己跳的 用栓微雅跳下去 什麼滾 再落地什麼都是我自己做 所以妳回想妳拍過的戲當中 有一點覺得想起來最可怕的 就不想要再經歷一次的戲嗎 有動作受傷的時候 對 比如說我從 可能九層 十層落下來 然後但是其實是的時候 位置都很準 但是可能有一個插持 然後拉的...五行兄弟 拉的位置不一樣 然後我就直接落在那個 空調的外機上面 對 砰一下 就整個這個地方 全部都是紫色腫了 然後就去醫院敷傷什麼 對 拍戲真的還是 尤其是打戲很危險 對 所以妳這個是... 妳這是做節目 這是錄節目 還好 是這個指頭 換一個指頭就沒有辦法 妳哪個手傷了 沒關係 就傷了 沒有辦法比出來 感覺他們很想拍這個玩笑 對 這不是招惹我們問嗎 哪一個指頭 這個事情 聊下去還得了 還好無名指比較用不到吧 在生活中 這一題這麼無聊的問題 對啊 這題很厲害 沒有啦 無名指真的比較用不到 對 無名指比較沒有那麼靈活 這一紙也用不到吧 這一紙也要跟人家比讚啊 比讚 沒有什麼比較少用嘛 對 真的比較少 中指也是比較用 小指也用不到 從范冰冰參加今天到 我們都在比耶 挖耳屎 今天到了康熙來了之後 還是感覺到女明星彼此宿命的 要互相打量這件事 所以妳是不是會覺得 女明星本來就很難跟別的女明星 變成非常好的朋友嗎 對 就是因為這種彼此的較量嗎 我覺得是這樣 一定要性格相投的朋友 所以我覺得如果性格相投 其實是不是女明星她都可以做朋友 所以剛剛我去化妝間 給妳打招呼的時候 妳有順便打量我嗎 我有 因為S在上一期節目上說 說小明的婚禮的時候 說沒有見到我 對 然後說如果她的妝很濃的話 我就可以跟她做朋友 對 所以我就看S 對 我覺得她的妝真的挺淡的 挺薄的 我剛才看到她第一眼的時候 我想說底怎麼那麼厚 可是後來我們兩個互摸臉的時候 發現她是天生白 妳真的很可怕 萬一她妝很厚 妳把來賓的臉擦出三道痕跡 我們要... 真要是要怎麼錄啊 整集都這樣子啊 觀眾也樂見這種狀況嗎 是觀眾很樂見 可是我覺得妳明星座朋友 有一件事情是 像妳們剛剛那樣說開了 說時尚雜誌的封面 這樣說開了就很好 要不然真的工作上會形成競爭耶 有個戲妳想要接的她接... 我有 我對... 除了康熙來了 還有一個很有意思的照片 就是她跟姐姐的照片 也是成慢拍的 我記得很多年以前的 對 很久以前 非常非常好看 我就覺得說 其實世界上有一對這樣的姐妹 就是可以這麼的欣欣相惜 我覺得我沒有 因為我是一個弟弟 比我小很多 就沒有這樣的姐妹之間的關係 所以我覺得 對於我來說 我覺得女演員跟女演員之間的距離 真的挺遠的 除非是性... 大家都不在乎說各種比較 像我跟張君寧 我覺得其實就是交到一個好朋友 所以她是妳演藝圈最好的女性 也不是最好的 基本上是... 基本上其實可能是在台灣 可能她跟心如 對 是比較近的朋友 所以她會來北京啊什麼 我們都可以一起聊天 喝酒 玩 隨便亂講 都可以 所以如果有人找了妳跟妳 其實不太能夠做朋友的人 一起拍一部戲 妳還是可以完成這個工作吧 職業吧 就保持距離的完成工作就好 職業 可是如果那一齣戲 妳不是女主角 妳可以嗎 如果我不是女主角的話 我更...我可以 可是就不用那麼上心嘛 就我不用對這部戲那麼上心 就拍一拍就走 對 所以今天的會面之後 不太會 不太會嗎 還是會認真的 對 我聽過她的故事 就是她隨便拍一部電影 只要票房壓力在她身上 她可以跑的城市數量非常驚人的 妳可以跑幾十個城市做宣傳對不對 妳最多有一天跑 一天跑三個城市 哪幾個地方可以連得起來 我忘記了 反正就從北京出發 然後可能到了深圳 深圳做完了進廣州 廣州再飛到西安 我覺得她是一個什麼人 她是一個只要這事情我答應了 我說來 就一定會把這事情做到最好 她不會管這個東西是客串 還是什麼女一號還是什麼 她是一個很重視專業的 這事情說我今天答應妳了我來 我一定會把這事情做到最好 如果我沒答應了那就不算了 所以我答應了康永哥 對啊 謝謝妳 我真的很感動 我沒有意思要在這個機會綁架妳 可是妳答應我覺得太高興了 所以妳真的答應要演喔 妳很忐忑嗎 那不想跟我做更進一步的交流 我很想跟妳做朋友 可是因為她現在已經又邀了林志玲 然後又邀了妳 好 我問妳 她今天這樣一切都很坦率 然後等一下妳們會交換微信什麼的 然後下次妳碰到她的時候 妳會好好跟人家打招呼聊天嗎 我會 因為她的個性是我喜歡的 那萬一妳剛好打招呼 就會覺得她就飄過了 然後沒有 我覺得她絕對不是這種人吧 妳沒有近視 沒有 我如果很熱情的說 然後妳會不會就說嗨 然後就離開 不會 妳會 所有的人不認識我的時候 會覺得我比較冷 就不了解我的時候 好多好多人會講說 我第一次看到妳的時候 我不太敢跟妳講話 但是其實真正的 好朋友開始交往的時候 就覺得妳怎麼原來是這樣子 可能有的時候臉會騙人 但心不會騙人 下一次我去北京約妳出來吃飯 妳真的會出來嗎 我們還可以約謝娜 她跟謝娜也是很好的 但我們不要約林志玲 對 好 我約林志玲可以嗎 留給我... 以前剛剛說志玲分給她就好耶 對 妳說了嗎 有啊 不是 我就說 妳敢在飯店面前講這種話 沒有啦 我說的是戲理 妳有注意過林志玲嗎 就是說如果康永哥不介意 我也可以來幫忙 因為小意思的先生 因為稱讚過林志玲 現在就是... 我都一直忌恨到現在 什麼 小意思的先生 他就很稱讚林志玲 所以小意思很忌恨 怎麼說的呢 他就一直說林志玲很好 不把自己當成大明星很隨和 這一類的性格取捨 可是當然也是稱讚漂亮 也是說她漂亮 像... 所以剛剛李晨有說叫我把 林志玲招待的事情分配給她 是 因為我是說 我沒聽見耶 你要招待林志玲 我是說... 你再說一遍 我是說林志玲留給我 留給你 在戲裡 就是說 你不要跟范咪咪一起 你要跟林志玲一起 對啊 我也要跟演戲不是嗎 沒有啦 這康永哥的戲 我也可以拍啊 是這個意思啊 然後我安排你跟林志玲的戲 而不是你跟范咪咪的戲 對啊 不是 等一下 好亂 現在 等一下 久不太多了 你玩一下... 但是你確實是在家裡 稱讚過林志玲 他也稱讚過林志玲 有... 什麼狀況 有 林志玲怎麼好稱讚 你聽聽看 我只是說他... 你有...你真的 我只是說他很有學問 因為他... 情商很高 情商高啊 會英語啊 然後又很會講話啊 然後在很多場合 哪個先生都... 娃娃音 娃娃音倒沒有 我就是說他很... 因為看過他領獎時候的發言 我們都在台下 我們也都是領獎嘉賓 然後坐在台下之後 看到他領獎的發言 然後還說了英語啊什麼的 就會覺得 還是很有才的 太遲了 所以你認真的跟范冰冰聊過之後 一整段故事 就大概是這麼講的 所以你沒有火大喔 其實我也一直有點忌恨 但是沒有擺到檯面上 因為你不是誇得很徹底耶 對啊 EQ 然後才華 還看整段領獎的感言 很全面的 然後又說他英文很好 請問你是嫌棄范冰冰 英文不夠好嗎 沒有 他英文也有什麼法 他是老師 你可不可以不要這樣 你可以 我可以什麼 你不要緊張 我怎麼...有點跳得過快 我剛才只是想借著這個機會說 我也能夠在這個戲裡出現一下 謝謝你 你太強烈了 謝謝你 然後沒想到 你們就嫁接到另外一個層面 但你這個是容易讓說的 讓容易讓別人誤會 可是你覺得李晨回去 可以稱讚你漂亮嗎 你回去會稱讚小S什麼 說認真的 認真的 說真的... 李晨 你會不會回味小S 你的手碰到你的身體的時刻 我相信我們倆剛才... 我相信我們倆剛才那個畫面 會永遠被網友做成GIF 重複一亂詞 真的 不僅如此 她的動態會放在微信上 當成表情 就是那個... 對 剛才那個 而且還有我媽耶 他們那兩個聯手掐他屁股 我相信會做成GIF 一定會流傳下去的 所以你誇我的內容 會只有尺度很開而已 還有呢 還有我覺得... 聰慧 然後智商很高 他就是不講你外表耶 怎麼樣 我不是長得很醜嗎 然後... 誇獎啊 這都不是他在乎的人 這都不是你在乎的是嗎 我的外型是很差是不是 外型啊 沒有可誇獎的部分 其實你是一個 比較在乎內心的人 你可以跟他講 我覺得是這樣的 我覺得可能認識他以後 別的女生在我這裡 外型就可能可以忽略不計了 他講得很好 原來你不是個老師 沒有 所以你是... 學士美女已經被他看過 其他人根本就沒有放在心上 你說的是林志玲嗎 是 很漂亮 所以如果我跟林志玲 可以選一個打的話 你要打誰 你要問 這種故事 不要打女生啦 不要打女生 我真的沒有想到 然後我們在康熙結束之前 有這個機會 跟他們兩位這樣子聊 然後... 的確有很多人只看 如果只看他演的武則天 只看他平常在紅地毯上的表現 會認為他是一個 戲場過強的女王型的人 那今天他應該 能成功地讓大家知道 他就是一個很爽浪的人 是 我很高興認識到 兩位的這一面 祝你們幸福喔 謝謝我們 謝謝你們來康熙 謝謝你們給我們 謝謝 謝謝